欸哥 我們認識應該有七八年了吧 有喔 你看那個時候我拍珠火爐的時候 我第一次來你這邊剪頭髮 七年多了 七年多 哇 哥 我想要問你 你覺得我們家你來的 這麼多年啊 你覺得我幫你剪的怎麼樣 還是我們家的服務你剪的怎麼樣 我每個月都來啊 我一個月最少要來一次啊 我除了你以外我沒有給別人剪 你看就從幾年開始啊 四年多以前 我就每個月每個月來找你剪 可是啊真的有一點 Andy老師真的太熱了 我每次來了都要等他等很久 你怎麼這麼棒 好多人都喜歡找Andy剪 我也是習慣 我如果說去給別人剪的話 我不習慣了 現在都一定要找你 然後剪到最後呢 你看 連我的寶貝也一起 這是傳承嗎 其實今天還沒有全部到 老婆也是來我們這邊 還有我哥哥 還有小女兒 女兒也是 你一起來我們跟家 全部都是Andy 好開心喔 對 謝謝你 謝謝不會 好開心 我常常是一個藝人 一個或兩個 然後就會慢慢的 他的朋友 越大越多 對 朋友也是藝人 越介紹越多 來 吃得好 不是 吃得好 吃得好 一直來一直來 成就我一樣 謝謝謝謝 所以我很多藝人做到最後都變全家服 然後我很開心的就是 看到他們或他們來我們家都有一種好像回家的感覺 我本來就像回家 我來隨便 什麼東西我自己拿 什麼自己弄 等Andy老師的時候呢 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候 我可以幹嘛就幹嘛 就像我自己家一樣 就像家人一樣 所以也給一些美髮的朋友 分享一句話 其實 不管是 客人 還是什麼重要的 你覺得重要的人 不管是名人或藝人 我覺得把他當家人 對我覺得你技術好以外 我們的感情也是這樣建立起來 對吧 跟他出來人 真的 就像家人 其實你的客人就會做不完 那第二個 有一些年輕設計師問我 我常分享一句話 我到現在還是要分享一下 客人的層次 也決定了你的層次 不是你覺得你可以 撿1000塊2000塊3000塊 你就是一個很厲害的設計師 其實不是 我真的覺得 客人的層次會決定你的層次 嗯 我來找Andy老師 也決定了我的層次 是你的層次 你們這麼多藝人的層次 結 大家都會來找Andy老師 所以我有一個外號叫做 藝人網紅的御用設計師 對 就是拜他們所賜 也謝謝他們的關照 謝謝Andy 謝謝謝謝 耶 耶